台北市長蔣灣和新北市長侯友宜 今天一起出席視狀怨活動 兩人互動依舊是關注焦點 不會來受到0403大地震影響 損毀的捷運環狀縣 雙北該由哪一方出資修復 兩個人今天都有共識 表示會請第三方工程團隊來鑑定 後續一切依照合約處理 其實侯長很厲害 他不只網球很強 柔道更不用話講 這個最壯 壯的是你啦 雙北市長蔣灣安侯友宜 兩人再度在鏡頭前展現好交情 也一起為視狀運吉祥物宣傳 不過感情再好如同親兄弟 也還是要明算帳 0403大地震後 新北捷運環狀縣鋼香梁 嚴重回損 要一年以上才能完全修好 全縣恢復通車 當時主責工程與發包的 台北市捷運工程局 則無旁貸 更有新北議員喊話不能讓新北市民出錢 那蔣萬安買單嗎 已經送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 來釐清屑石到底原因是因為地震 天災的問題還是 當時設計時工 釐清清楚之後 然後來確定責任的歸屬 是不是由北市出錢 蔣萬安話沒說死 不過環狀縣的修復 新北市捷運局粗估要4.42億元 這一筆錢插指一算絕對不小 新北市長侯友宜也緩加 會請絕對公正的第三方 鑑定釐清 雙邊都會共同面對 相關的責任 我們到時可以把它釐清楚以後 我們按照合約來走 兩人都有共識 一切照合約走 環狀縣最終會由誰買單 只能進後 鑑定結果 記者上輪流程為台北採訪報導 鑑定